当你住旅社的时候 发现屋里有摄像头在偷窥 应该如何是好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惊喜片真空旅馆 铁锤和春花是一对结婚 有些年度的夫妻了 两人刚刚经历的丧子之痛 加上这些年来 积压的矛盾是越来越多 审美疲劳 谁看谁都想吐 于是这样会决定离婚 各回各家各找各马 从此相忘于江湖 老死不相忘来 由于长时间的疲劳驾驶 铁锤一不六神 差一点撞上一只换胸 加上野蛮操作 导致汽车受了点轻伤 而且最要命的是 铁锤为了避开 周际公路上的堵车 擅自抄一条劲道 这条路人际罕至鸟不拉齿 比黄泉路上的进气还重 这二位之所以能坐在 同一辆车里 主要是想来一场分手之旅 虽然现在谁看谁都赌心 但毕竟一日服气外人 离婚前来一次浪漫的旅行 甩开膀子 毫无顾忌的最后 骂对方一顿 其实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两人正往前走着 从发动机的位置 突然传来一响 这明显不是一个好照走 不过巧的是 他们刚好来到了 一家旅馆和加油站的附近 两人看了看地图 发现已经彻底找不着备 这个时候 附近修理厂的狗胜突然出现了 并且主动替铁锤和冲盘 检修了汽车 夫妻二人上路之后 往前开了没多久 汽车突然多坐了几下 便撂涛子不干了 病情看上去 比狗胜检修之前更严重 这个二位也没办法了 突然从后面的屋里 传出了女人的尖叫声 把两口子吓了一跳 春花是个见过大市面的女人 虽然话不多 但黑夜里总会有她的传说 她觉得此地不可久留 应该马上撤 但铁锤在导演的受益下 坚持要留下来 很快旅馆老板鸡贼叔 贼没熟远地从屋里走了出来 并示意的二位 女人的尖叫声 来自于她正在观看的陆洋代 铁锤说兵来意之后 鸡贼叔的头摇了跟布朗姆似的 说狗正早就回家睡觉了 要修车只能等到明天 两人没办法 只好开了一间房 打算等到天亮再说 这个旅馆显然很少有人来住 屋子里不仅蟑螂臭丛满地爬 而且水也没法喝 就目前两人的状况 强行睡在一块 显然已经不太合适 就在双方都比较尴尬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出现 首先是电话铃响 可春花哈落了半天 对方一直不吭气 紧接着有人开始光光地砸门 可当铁锤来到门口 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然后电话铃又响 又有人在隔壁疯狂的敲门 把这夫妻俩折腾的是心惊肉跳 差一点就被吓尿了 铁锤说哥们儿 这大半夜的甭瞎胡闹了 赶快睡觉 这不说还好 这一说隔壁那位敲得更厉害 气急败坏的铁锤 去找旅馆老板鸡贼叔要说话 鸡贼叔说大哥你稍安勿躁 肯定是那些流浪汉又跟他瞎胡闹 长夜漫漫没事可干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 铁锤把录像带塞进了录像机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屏幕上显示的全是被虐待的顾客 而且就在他们俩这个房间 铁锤根据镜头的角度 在房间里发现了好几个摄像头 两人正蒙圈的时候 屋子里突然就停了电 经过一番鸡飞狗跳的吓胡闹 铁锤和冲花彻底被吓尿 而且手机也没信号 这还不算完呢 更诡异的是 冲花在车上吃剩下的苹果 居然出现在卫生间里 这说明房间里肯定有秘密通道 不过这二位也没想那么多 虚晃一招就打算啥子聊 可他俩刚跑到院子里 就被旅馆老板鸡贼书的手下 狗症和大头给戒住了 两人无奈只好又跑回了房间 铁锤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与其座椅代币 不如主动出击 他觉得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 报警是上层 冲花说别开国际玩笑了 傻子都知道啊 那公用电话亭肯定是个圈套 铁锤说我再不舔点乱 咱这电影就没法看 果不其然还真叫冲花给说中啊 铁锤拨通电话刚准备报警 发现接电话的居然是旅馆老板鸡贼书 幸亏这哥们躲得快 不然就歇了菜 哎呀不得不说啊 反派在调和夫妻矛盾方面 的确有着丰富的经验 这二位能亲上嘴 必须要感谢旅馆老板鸡贼书 看着监控画面里的铁锤和冲花 鸡贼书意识到 如果想彻底修复这二人破裂的婚姻 那必须得加冒药 铁锤经过对录像的分析 终于发现了房间里的蜜桃 这个隐藏在卫生间里的蜜桃 其身隐藏的并不好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大卡车开到了旅馆的门口 铁锤和冲花以为站下可有救了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个大卡车司机 居然是旅馆老板鸡贼书的客户 原来鸡贼书和同伙的主要经纪来源 就是把虐待和杀害住客的录像带 卖给那些有特殊时好的四边态 铁锤经过深思熟虑 认为如果想逃出去 那只能钻进密道里碰碰运气 两人顺着密道一直爬到了监控室 冲花说咱俩费心不小 这情况也不比刚才好多少 铁锤说你能不能说点正能量的话 啥忙帮不上还跟那添堵 就在这个时候 冲花突然发现了一部固定电话 可当他刚拨通911 旅馆老板鸡贼书带着通货就冲了进来 鸡贼书一看电话被人动过的 可气得不轻啊 上去就把电话线给转断了 然后命令狗生和大头 从密道的两头围追堵截铁锤的冲花 密道里刺痛八达有很多的出口 铁锤和冲花很快就爬到了旅馆的小商店里 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情况下 夫妻俩之前那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已经不叫事了 两人不仅抱在了一起 还向对方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此时此刻他们惊奇的发现 审美疲劳不见了 那种感觉就像回到了初恋 浑身都在过电 两人都激动的是一阵阵干谈 由于警方追踪到了旅馆的电话 因此把警察王大白给派了过来 有了之前的教训 铁锤和冲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担心这位王大白跟寄贼书也是一伙 这位王大白虽然上了点年纪 但刚正不额一身的正气 他没有被寄贼书的花言乔与所蒙蔽 拿着鼠电筒开始在旅馆周围下旋望 并且很快就发现了蛛丝马迹 铁锤和冲花跑出院子向王大白求救 三个人坐上车正打算撒子撩 突然发现警车已经被鸡贼书给破坏了 王大白下去修车的时候 被狗胜从后面起来看来被杀了 铁锤和冲花一看这个情况 只好再次跑回了房间 铁锤临危不乱 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 跟鸡贼书的人周全 他首先把冲花的衣服给撕了 挂在了窗户的玻璃材上 然后让冲花躲在了天花板那里边 他则打算悄悄地摸到前台 把鸡贼书的枪里偷过来 可当这哥们刚大开门 突然就被狗胜捅了一刀 然后鸡贼书拿着摄像机出现 不过幸运的是 铁锤挂在窗户上的布条 确实把鸡贼书给忽悠入 第二天那一早 冲花刚从天花板上下来 就遭到了狗胜和大头的追杀 接下来剧情开始反转了 这位一登台就自在强大气场的羽人 终于开始反杀 此时的春花 犹如德古拉伯爵灵魂附体 首先在一场车戏中一剑双雕 把大头和狗正同时干掉 然后又跟鸡贼书展开了肉博战 并且最终让鸡贼书领了喝汗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经过 外出住店请留意 当心屋里有毛泥 一旦发现摄像头 千万不要闷点蜜